我想強化全民國防 這個是全台灣人的共識 那只不過說 與其開會 還有一堆委員請假未到 讓大家覺得總統府開了這個會 怎麼一開始就沒有貫徹 賴總統希望的 開會該到要到吧 請假一堆 讓人家看起來 總統府是不是真的有重視這個會 那第二個 至於說民防的部分 40萬是藍圖 還是有具體的數字 我相信大家都很關切 三大委員會 共同存在的問題是 在沒有法律授權的情況之下 在總統府裡面設黑機關 在法律 沒有授權的情況下 在總統府裡面設黑機關 甚至把部會首長 直接叫來 做這個委員會的成員 問亂 整個行政的體制 在這種情況之下 您剛剛所提到的 到底是聽誰的 的問題 會不斷地浮上海面 對我們一下 對我們來說 對我們來說